好,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分科測驗生物科的一個示範試卷 第二大部分的閱讀題 好,那閱讀題呢 其實在過去來講 以前叫指考的時代 其實就已經有這樣的題型 那這樣的題型對部分同學來講 其實是非常頭痛的 為什麼?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有些同學會覺得 啊,這個看 第一個,速度太慢 同學,我只能跟你說 現在距離這部影片上去 距離我們真正考分科測驗的時間 也已經剩一個月不到了 那這一段時間我只能跟你說 你必須要去從以前的考古題當中 去找他的閱讀測驗來看 那閱讀測驗來講 一般而言不會太難 但是先聽好了 生物科的閱讀測驗不會像一般 傳統你誤會的那種就是語文類科 但語文類科現在也沒這樣子囉 就比較中早期一點的 語文類科他的閱讀測驗 看完文章,找答案 那這是什麼樣的程度 這樣程度非常低落 所以來講 這個閱讀測驗它本身不是這樣的情形 它必須要你閱讀 然後再利用你原來在政科上所學到的知識內容 再去判斷思考哪一個概念是正確的 所以你必須要一定的基礎能力才能夠達到 好,那再來在閱讀的過程當中 要怎麼做能夠讓自己能看到最明確的就是答題的目標 或者是幫自己答題能夠有調理一點快速的得到答案 好,方法是這樣的齁 同時你剛剛看齁,我本來是打算用螢光筆對不對 好,先跟你說 你在考試的現場你不可能拿螢光筆 所以我就完全不做那個跟你考試現場無關 而不能做到的事情 我現在要做的就是 你現在身為一個考生 你要怎麼去看 當然你手上不會像拿螢筆 這是唯一跟你不太一樣的一點 我不可能拿螢筆 那在考試的時候我們一定是拿黑筆或藍筆 OK,那至少拿著藍筆 來幫助自己閱讀 OK,好,那先做第一件事情 我們接著呢,帶大家把這整段文章看一次 那再把整段文章看一次的同時 你跟著我去做 跟著我去思考 我怎麼去閱讀並且抓取重點 好,OK,開工囉 來,大家看到第一個閱讀一 哺乳動物的紅血球主要為 主要功能為運輸氧氣跟部分的二氧化碳 在骨髓中出生成的紅血球稱為 前紅血球母細胞 同一式的 通常我都會先將一些專有名詞 給它化現或圈起來 其實最重要的是圈起來 那我自己圈的習慣是這樣子 好,那這個細胞呢 它含有細胞核和胞器 那一段時間後呢 則發育為紅血球母細胞 來,一段時間後發育紅血球母細胞 OK,那紅血球母細胞進入血液之前 會先將細胞核排出 好像這種東西就是 一些特殊的時間點 發生一些特殊的事件 你就要特別也把它寫出來 好,那將細胞核排出之後 形成無核的未成熟紅血球 會經歷有 會喪失有失分裂的能力 這種血球稱之為 網狀紅血球 好,我重新有沒有發現 所以紅血球已經有三個階段了 好,那網狀紅血球在血液循環過程中 會歷經一到兩天的成熟期 過程中多數的胞器 包含粒線體跟核糖體等都會消失 所以從這一段當中 我能結局到重點是 網狀紅血球確定沒有細胞核 但是相關的胞器要等一段時間才會消失 好,再來取而代之是 能夠攜帶大量氧氣的血紅素 最後生成的成熟紅血球 OK,第四個階段出現了 體積較小,外觀兩層扁平狀 兩面中心向內腰線 好,緊接著呢 這個其實最好另外立一段 不過這個試卷它沒有另外立一段 那紅血球生成素簡稱為EPO 非常有名是一種由腎臟所產生的糖蛋白 OK,所以同樣像這種特殊的名詞 特殊的構造器官 你還是要記一下 雖然課本有教 但是你特別抓一下糖蛋白 因為課本來講 你可能平常不會背它 好,糖蛋白這種EPO呢 當血液中的氧氣或成熟的紅血球 減少時會增加EPO的分泌 EPO在結合到某些紅血球細胞表面的受氣 而刺激其增生 那我們藉由遺傳工程的方式 可以獲得具有功效的EPO 臨床上可以用來治療 因腎臟疾病所導致於的貧血 研究發現病人在注射EPO後 一至二天即可在血液中 偵測到成熟紅血球數量的增加 那請我們回答下面的問題 好,首先大家先看到第二十題 成熟紅血球能需要ATP 進行許多代謝作用 請問成熟的紅血球要怎麼產生ATP呢 好,同學你會發現成熟紅血球沒有細胞核 然後再來上面也寫說沒有栗腺體沒有核糖體 所以你可不可以進行所謂栗腺體裡頭任何一個步驟 當然不行 所以不管是檸檬酸循環、電子傳遞鏈、卡爾文循環更扯 這個是葉綠體的都不行 那只剩哪個?糖體作用可以嗎? 細胞植液進行當然可以 乳酸發酵可以嗎?也可以 因為乳酸發酵本來就是動物細胞可以有的 雖然我們在政客上都會跟同學說 那個來自於骨骼肌骨骼肌的乳酸發酵 但實際上並沒有那麼顯值 畢竟是同一個生命體的細胞 同一個生物體的細胞 那基因該有的都有就看它表不表現而已 而且這一題請注意喔 它是副選題 你在BCE100%不可能的情況之下 你非得選兩個答案 好,第二個 下列哪種反應或現象應該出現在成熟的紅血球細胞中 好,第一個 從包外攝取養分 同樣紅血球平均壽命在課本上我們教是120天 要不要有養分支撐?要 再來B 細胞模具有選透性 同意這個毋庸置疑絕對會有 因為細胞模具有選透性 一直以示細胞基本的性質 OK,所以就是你知道嘛 就算它上面再不堪完全沒有任何的膜蛋白 它的那一層雙層磷子紫膜 就可以分出極性跟非極性的物質 好,C 沒有核糖體拿來粗糙內脂王 好,再來 養分壓增加而提高血紅素的含量 同學沒有 養分壓如果增加 代表你今天呢 結合的百分比會很高 運輸的氧氣量幾乎就是百分之百雄素都接上去了 所以因此不會提高反而降低說不定還可以 最後1 它已經免細胞核 你要怎麼讓它基因突變 它也沒有核酸體 你要在哪邊基因突變 所以1也不可能 因此答案只剩AB 好,再來 下一題 二十二題我覺得非常有水準 下一題 紅血球在EPO的作用下可以在最短時間內分裂增生而增加血液中的成熟紅血球 好,那同學我們看一下喔 我們上面這一群紅血球呢總共有四個階段 那四個階段來看 一、二、三 最後一個四 那它要的是最短時間內分裂增生 分裂增生要不要有細胞核?要 成熟紅血球不用了啦 然後再來呢 網狀紅血球你也不行了啦 好,那只剩下上面的前紅血球母細胞跟紅血球母細胞兩個去挑 但是它要的是最快 也就立刻你就能夠上限可以開始做事 那當然是二最好了 好,因此答案應該是B 好,了解嗎?要有細胞核 而且要很快的一產生 接下來就開始進行運輸氧氣的功能 好,那同學我們來看閱讀二 閱讀二非常有意思 來,那在今年的四月初 也就2022年的四月初 這一件事情的人 關於金編輯的人類嬰兒 被金編輯人類嬰兒的這個人 他當時因為違反科學倫理而真的在中國入獄 後來大概是在2022年的四月左右被放出來了 那他到底做了什麼事呢? 來同學我們來看一下 請仿照剛剛的方法 將一些特殊的名詞或者是階段過程把它圈起來 然後再來如果有一些解說的內容 譬如說告訴你這個時間發生什麼事 那時間發生什麼事 在重要名詞之外必須要一整個句子記得畫線 來提醒自己 好,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首例經由基因編輯的人類嬰兒於2018年誕生 同時引起四人對此技術的關注與相關研究倫理的討論 這項技術針對染色體上DNA的特定位置進行序列切除 插入或置換來請看喔 對於DNA的特定位置進行序列切除插入或置換 其原理是對特定的DNA位置進行辨識 與製造此處雙骨DNA的斷裂 目前主要有三種核酸酶系統可以使用 分別是心脂核酸酶ZFN 類轉入活化因子核酸酶TALEN 以及CRISPR-CAS9 這個是最新最有名的 好,當雙骨DNA斷裂時 修復系統便會啟動 並嘗試重新粘合斷裂的DNA 這種修復方法稱之為非同源末端結合 非同源性末端結合 然而在粘合的過程中可能發生錯誤 使目標DNA上造成缺失或插入性突變 若細胞在修復斷裂的雙骨DNA 使利用於切口兩端相同的序列 進行同源重組來修復DNA 同源重組來修復DNA 則會使目標DNA恢復原本序列 好,那現在呢 CRISPR-CAS9首例基因编輯的嬰兒呢 我們用它,用CRISPR-CAS9 對人類艾滋病毒受器精CCR5 進行编輯 那正常來講應該是CD4 但其實你知道 關於今天HIV要感染人類的細胞 除了CD4之外 還有CCR5一起都 一起結合才能夠感染 所以那CD4太重要了 我們不如先把CCR5處理掉 使其失去原有的功能 後來生下一對雙胞胎 它們CCR5上面有整不同的突變 艾滋病毒可能因此無法辨識突變的CCR5蛋白 而失去對人類的感染力 好,但是 對基因编辑產生的可能影響未有充分足夠的了解之前 貌然對人類進行基因编辑的風險 以及計畫執行者是否對受試者介入充分的相關資訊 皆是此一計畫充滿爭議 好,那我們圈了幾個專有名称 我們先來看 第一個他說ZFN的酵素功能跟下列核者最接近 他剛說那是什麼東西? 剛說我今天這些酵素呢 有三種核酸酶系統可以使用 就把東西請注意喔 進行序列的切除 好,進序列的切除 插入或置換 總之就是類似像金轉值的樣子 好,類似喔 但不全然喔 至少你一開始要切要怎麼切? 當然找的是豬了齁 來,限制酶 同學那ABC實在想不出來了 不適合 他們都不適合 假設A跟你說 同學 他跟你講說A是E 核酸酶 你覺得呢? 也最好不要 同學相信我 我們現在做基因編輯 一定是非常針對專一性 所以這一題的A 如果改成E核酸酶 豬是限制酶 你還是要選豬喔 同學因為豬 限制酶的專一性比較高 可以找到特定的序列 好,再來看到24題 從文中判斷 首例經編輯胎兒的誕生 因而誕生 經歷下列哪個階段? A TALEN 在CCR5基因上 錯 好,他是用什麼東西? 他應該是用CRISPR-Cas9 好,但是請注意喔 他在CRISPR-Cas9 在CCR5的基因上 製造單骨的DNA斷裂 同學沒有 他如果要切下來 他一定要兩端都切開 好,所以B也錯 好,再來看到C 以非同源性末端接合 進行DNA修復 來同學看一下 真的是如此嗎? 請你看喔 欸,沒有錯 你這個非同源性的部分 他就可能發生錯誤 但是如果你是用 所謂的同源 同源重組 來修復DNA 再往下兩行 那就會恢復到 原本的序列 或者是說 更進一步講 應該是 所謂同源重組 就是你給他一段 你想要變成的 那個序列的樣子 講實在話 也不見得是原來的 比如說你希望 這個經改變成某個樣子 你也可以給他 一個特定序列 他就會修成 你想要的那個樣子 只是非同源的意思是說 你沒給他任何的參考 沒有人長得跟他很像 或一樣 或類似 所以他只要自己亂修 亂修的結果就是 完蛋了 就造成突變 好,所以正確答案 這一題可能應該 應該是C 那足不可能了 同源重組的話 他就會修補成一些 特定的形式 我現在只是要把CCR5弄壞 好,再看到25題 那下列哪些是 基因編輯 因而對人類族群的 可能風險 第一個A CCR5基因 無法可遺傳給下一代 同學不會哦 因為你是在 胚胎發育早期的時候 動作 那因此 他 已經基因轉職 或處理成功了 或者基因改變 編輯成功了 後面所有的細胞 都跟著有這個基因的變化 所以他會遺傳給下一代 再來B 他剛剛就有說了 CCR5 蛋白質 你無法知道 它的影響到什麼地步啊 只是他那邊 沒有講健康 好,但這是可以的 好,再來C 基因編輯技術呢 必定造成 後代染色體異常 同學請小心 有人說 老師,對啊 它造成 是基因,對不對 是染色體嗎 不是 同學,它染色體 恐怕還是正常的哦 只是裡頭DNA序列有問題 那有人說 這兩個不能相提並論嗎 同學你想一下一件事情 假設有一個人 是鐮刀型血球 瓶血患者 他的基因也真的突變掉 但他染色體呢 跟你我一樣 還是二三對哦 OK 好,所以C 我不覺得它可以 好,再來看到 基因編輯肉的CCR5基因 轉譯出的 新功能的CCR5蛋白 對,有可能有新功能 而新功能 我不知道會有什麼問題 好,再來看到 除了CCR5經 DNA 藍色體DNA上 上游其他可以被核酸酶系統 處理辨識的序列 因而在非目標DNA上 造成突變 對,這也是有可能的 你那個訓練 就算是在專一 可是也有別人 可能別人會有類似的 OK,所以這題答案是 B,足一 好,接著我們看到閱讀三 好,從閱讀三 請看 水稻是亞洲人的主要糧食作物 將野生道跟雜交 栽培到雜交時 常常會造成 無法產生後代的雜交不忍現象 同時,什麼叫做忍 忍的意思是 今天就是譬如說 稻米、小麥 這些就是類似 河本科的這種農作物 它成熟的時候 好,也就是它可不可以結棕子 它恐怕就不結棕子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樣的遺傳障礙會妨礙 野生道中有利的基因 導入栽培道中 為了解 並了解這種 妨礙基因轉折屏障 最新的報告指出 野生道跟栽培道之間的雜交不忍 主要由一個叫做 數量性狀基因座所決定 好,來 那這邊順便提一下 有一點延伸的部分 有些人念一念 你會念到普神那邊去 開始這一題就有懷疑了 老師那個不是S基因造成的嗎 什麼自交不清合 這個就是一個 念普通生物學很嚴重的一個問題 普神沒有錯 聖妮老師有補充他也沒有錯 錯的是 當我們自己在念書的時候 隨意的把任何概念搞混 那就是我們的錯了 那個S基因的自交不清合指的是 花粉粒掉到柱頭上 花粉粒萌不萌發 那請問這邊是什麼 不冷的意思是什麼 來,大家不冷 接種子的意思 好,那我們繼續下去 這QTL的基因 那這組QTL含有兩個基因 接表現在配子發生時 其中一個產生毒性分子 會影響花粉的發育 另外一個基因則產生解毒分子 是花粉生存所必須 所以你今天必須 我給 然後另外一個要解毒 所以同意這個跟自交不清合無關 這產生是確保就是同種的概念 為什麼 因為同種的才會有相對應的 專一性的解毒基因存在 好,OK 那這組QTL的遺傳特性 能夠成為引導產生 種子演化發展的基礎 促進生殖隔離 是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26題是什麼 身為野生 有關野生道跟栽培道中間 雜交不忍的現象 相關敘述和嘴最正確 好,那第一個A 突變都會造成雜交不忍 沒有吧 只有兩個基因 發生在逆境的狀況下 文章也沒有特別提到 再來C 是個毒性解毒系統的調控關係 這個對 好,再來Z 由單個基因所調控 他就跟你講兩個了 好,再來看27題 有關水道雜交試驗的 敘述和者正確 好,第一個我們看 野生道因不利於雜交 所以是無用的遺傳資源 同一錯 我相信你在學生物多樣性的時候 有被交代說 基因多樣性 物種多樣性 都是幫我們人類 可以作為永續利用的基因資源 譬如說我們的一些農作物 或者是牲畜 它本身健康啊 或生長發育的狀況 為了要維繫 它們基因的健康狀況 都會從外面引進 野生種的個體來雜交 再來B 含有解毒種子的花粉 有利於種子的生長 也就是說你解毒就代表 你可以確實的發育 確實的發育之後呢 花粉管就把金子帶到底部 跟軟結合 那就有利於種子的產生 所以我覺得B還OK 好,再來C 不具有解毒分子的花粉 環境條件適合使人可以存活 它就不行 它是一種隔離的態度 就是你要來 你要萌發 可以啊 那你自己要想辦法解毒 好,QTL是指RNA 不是啊 這是DNA的部分 因此27級答案應該是B 好,再看到Spart 有關雜交水稻的敘述 哪些正確 好,第一個A 可含有有利的性狀 如生長式良好和具有抗病性 同學這個是 我們以前甚至在生物學課本 常會講到 抗福島基因 抗病從害基因要引進來 好,再來看B 遺傳基因工程 才是沒有 同學我們沒有動態裡面 所以不能亂講 好,再來C 不經由QTL調控 我們就希望有QTL調控 再來豬 具有逆境下生長競爭的優勢 A生長競爭的優勢 對,因為雜交水稻 它本身就是把一些 可能因為人類巡化的那些水稻 消失的基因給它帶回來 那那些基因常是針對野外一些惡劣環境 所以豬我是覺得正確的 再來看E 又由單個基因所遺傳所產生 這一題有點偷懶 28題的1跟26題的豬選項是類似的 OK,那閱讀題我們就暫且講解到這邊